導遊會拿著這個作冰的氣 為我們開路 因為我們暫時在冰村溶的區域 冰就比較硬 都挺緊的 導遊會幫我們作開一點 作闊一點路讓我們走得好一點 一直在冰村上走 原來會見到很多這些垃圾 又或者一些洞 其實這些洞就是因為冰村的水溶了之後 他們就會找位置走 有些冰沒有那麼硬 他們就可以轉進去 然後形成一些垃圾 亦都有一些比較闊的垃圾 其實是冰村中間 冰村上走很危險 在冰村上走 其實在冰村中間 雪溶了之後 他們移動的途中 冰塊就會破裂 形成這些裂縫 有些裂縫可以是幾米幅 所以在冰村上走 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看到冰村上面的形狀 為何會這麼凹凸不平 其實冰村的形狀是基於底層 硬盆的形狀而定 所以就算冰村繼續移動 再新來的冰 都會形成類似這樣的形狀 有機會踏上這個 一萬八千多歲的冰村 感覺真的很奇妙 在mini trekking的最終站 導遊會在乾淨的冰那裡 掘一些水冰出來 然後我們就有這個 威士忌 on rock 喝了 Cheers 好正 So Instagramable 先拍照